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7月27日 就在今天 决金官选为斯布鲁克加盟球队 他和决金正式签下一份两年680万美元的合同 第二年是球员选项 魏绍被快船交易到绝尺后买断合同 度过澄清期后加盟决金 联手约基奇和姆勒冲冠 新赛季 魏绍将来穿4号球衣 他在其才也穿过4号 而效力雷霆 火箭 胡人和快船石都穿0号 决金的0号目前穿在布劳恩身上 魏绍穿4号的那个赛季表现出色 场局22.2分11.5篮板11.7主攻 决金官方晒出视频 魏绍在视频中亮相 他已经身在决金训练馆 想担负球迷们问好 问题来了 魏绍适合决金吗 他的家吗 是否让决金离队时第二关更近了呢 上赛季 魏绍为快船出战68场常规赛 场局11.1分5篮板4.5主攻 他的得分和主攻都是17年值 夜生涯的最低谷 场局22.5分钟的出场 时间也是生涯最低 魏绍适合决金的体系吗 从篮球角度出发 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决金迫切需要一个 能持球冲进禁区的后卫 这是魏绍十多年来一直做的事情 决金还需要一个能够与约积齐 慕雷分享球权的人 如果魏绍加盟能够奏效 他将成为空位版本的布鲁斯布朗 2023年夺冠之旅中 布鲁斯布朗在决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魏绍能够在攻防两端提供能量 对于一位空位而言 他是顶级的传球手 篮白手和禁区终结者 决金希望他在替补阵容中 低声球队的节奏 为队友创造三分机会 魏绍还能在禁区内获得罚球机会 只有也是决金需要的 决金迫切需要增加三分出手 上赛季他们的三分出手 率从202223赛季的第22位跌至倒数第一 比联盟平均水平低11% ESPN数据专家Pelton表示 自2018年以来 2019-20赛季的决金 是唯一一支三分出手率 比联盟平均数值低百分之十 还能打进分区决赛的球队 自2012年以来 没有一支球队能在三分出手率 低于联盟7%的情况下打进决赛 三分出手太少 导致进攻火力下降 是决金季后赛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 对胡人和森琳郎的系列赛 决金每百回合只能得到109.5分 在常规赛中相当于联盟第26位的水准 微少的到来 让决金拥有了两台历史上的三双机器 还让决金在约基奇休息的时间段 多一个选择 稿件数据显示 2023-24赛季常规赛 当约基奇不在场时 决金每百回合数给对手8.6分 2023年进后赛 决金针对这一问题的方案 是让约基奇和穆雷的出场时间错开 同时让首发大前 风格登来担任替补中锋 但近年纪后赛这一方案失败 约基奇季后赛不在场的94分钟 决金每回合输给对手20.9分 决金引进微少 稍微是希望他能激活第二阵容 减少对约基奇的依赖 微少的穿球可以让年轻的斯特劳斯 和沃特森受益匪浅 另外 微少的篮板能力也会帮到决金 2023-24赛季常规赛 约基奇在场时 决金的防守篮板率是74% 但他不在场时 这一数据就下降到糟糕的66% 不过 微少的短板也很明显 他的三分命中率只有27% 当他在场时 没有拉开空间的能力 此外 决金也存在一些隐患 比如波普的离开 让他们测意少了防守和三分 阿龙格登的哥哥在5月份的一场车祸中去世 他的心态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小麦克尔波特的两位弟弟都陷入麻烦 一位参与赌博被终身禁赛 另一位就加撞死 一位妇女被判六年监禁 他的情绪也可能有所波动 整体来说 绝对不是那么被看好 微少的加盟能否让他们离队时第二冠更近一些 让我们拭目以待 然后另外一边 7月27日 勇士老板乔拉科普接受对计Call or Call Me的采访 提到了与克莱汤普森谈判的过程 拉科普表示球队的最初报价两年4800万 年薪是远高于克莱最终 与都星下签下的合同三年5000万 并相信虽然克莱和保罗离队 勇士印进新元后的阵容也比上赛季要强 我们在去年秋天向他提出了一份报价 远高于他最终签约的金额 所以我认为这非常公平 拉科普说道 非常公平 即使在当时还不算公平 我们尝试预测他的市场 我们努力对他真正公平 并认识到他是谁 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但这对他们克莱阵营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他们的选择 到那时 我们必须寻找新的自由球员 我们告诉他们 离那一天越来越近 我们要看看球队的组建情况如何 但你知道 坦率地说 克莱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始之前就做出了决定 他告诉我们他打算不再回来 他打电话给我 说了你听到的同样的话 克莱在达拉斯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 克莱是一本已经打开的书 他觉得出于多种原因 自己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果克莱终身效力勇士 我会很高兴 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 我们非常想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确实在德雷蒙德去年夏天的配合下 实现过这样的目标 但情况有所不同 斯蒂芬库里有合同在身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正走 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 只是没有成功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并接受这一点 拉科普证实 克莱在秋季拒绝两年4800万美元的报价后 该报价就被取消了 此后并没有提出任何报价 勇士队计划在7月初处理完其他事物后 再来处理克莱的问题 具体地说 勇士队必须决定如何处理 克里斯保罗的合同 以及是否可以得到乔治 然后再讨论克莱的合同 勇士失去克莱和保罗 但也降低了总薪水 使得他们可以对梅尔顿使用中产特例 然后勇士队将克莱的退出 变成了先前后患的交易 为接下离开尔和谢尔德创造了空间 我认为 自从我来到这里以来 我们从来没有像这样一次性 将三名具有重大积极影响的老将 加入到名单中 拉克不说道 是的 克莱走了 这是负面的 克里斯保罗也离开了 也是一个负面因素 但我认为 当你考虑到所有因素时 添加这三个人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我认为 如果你看看整个团队 你会不得不说 我们的球队确实比上赛季更强了 另外勇士和马尔卡宁最新的消息 火箭和雷霆对于勇士 得到马尔卡宁会有威胁 但是想要比勇士的筹码更好 这两支球队或许也需要平衡一下 两支球队在搭上一个有天赋的年轻球员的情况下 还要搭上四个首轮选秀权 虽然这两支球队的选秀权多 但是也不至于这样浪费 而且马尔卡宁对于这两支球队的帮助 或许也是有限的 雷霆好理解 他们已经可以开始竞争总冠军了 或许他们认为切腾不够稳定 让马尔卡宁代替 这真的可以理解 但是代价也有点大 四个首轮 加年轻球员 雷霆真的能够接受吗 而对于火箭来说 他们目前的目标还远没有到争贯的时候 他们还需要继续构建阵容 如果这时候交易来马尔卡宁 代价过于安贵 而且马尔卡宁即将可以续约大安合同 如果是一个赛季之前 或许可以接受 现在 他们队中的年轻球员也逐渐需要续约合同 几额都不小 所以 对于火箭来说 代价远超雷霆 而勇士的报价从市场评估来看 已经很合理 如果勇士的报价低于市场评估 会有更多的报价 目前 关于马尔卡宁的争夺 报价应该都是以勇士报价为基础 高于勇士的报价就属于议价了 当然 对于有些球队来说 这种议价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尼克斯从蓝网交易得到布里奇斯 绝对的议价 但是对于尼克斯来说 这是值得的 因为布里奇斯的加盟 让尼克斯多得总冠军 对于勇士来说 他们交易来马尔卡宁目标是重返争贯行列 但是勇士自身的情况 让他们没有多议价的空间 库明加和波杰姆斯基是勇士 可以提供议价的筹码 但是对于勇士来说 这两人下个赛季的成长速度 决定了勇士交易来马尔卡宁的价值 勇士其他球员的能力大体上都是知道的 库明加和波杰姆斯基是有变得更好的空间的 直接说白一点 勇士交易来马尔卡宁 就是因为有库明加和波杰姆斯基 上赛季库明加表现出色 而波杰姆斯基第一个赛季就表现稳定 他的新秀合同还有三年 使勇士可以制造差异化的机会 其他球员的合同和他们的能力相匹配 甚至合同一架 而且很难逆转 但是波杰姆斯基有机会能力一架 勇士人的赛季的操作 还有关于马尔卡宁的报价 可以看得出来 勇士非常重视剩下的三个赛季 离开尔的合同 希尔德的合同年限 都说明了这一点 而对马尔卡宁的报价 勇士已经拿出了能够拿出的所有选秀全筹码 多个首轮 多个次轮 多个选秀全交换拳 这已经是勇士实现未来三年的规划 能够拿出来最多的筹码了 库里的合同还有两个赛季 大概率会与勇士续约一年 为什么只续约一年呢 因为38岁规定的限制 只有库里留在勇士 那么勇士只能去冲击总冠军 所以愿意拿出这么多的筹码 格林透露出的反对交易 或许勇士还愿意付出更多来独一把 但是对于勇士来说 这不仅是未来没了 接下来的三年一旦第一年失败 勇士将不会有任何调整的空间 而且成功还只是小概率的可能性 相信勇士对于他们的报价 不会继续增加太多有意义的筹码 但是也并不是说明勇士交易筹码是不能改变的 从多放消息人来看 虽然勇士不愿意将波杰姆斯基和库明家加入筹码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勇士的态度很明确 想要库明家和波杰姆斯基可以 他们需要从报价中拿出相对应价值的选秀权 勇士的报价很灵性 但是他们的整体价值不会发生改变 至少勇士衡量的价值不会改变 这就要看绝世他们是如何衡量勇士提供的这些报价的价值 是选秀权更好 还是年轻球员更好 勇士的想法是 如果你要孔明家和波杰姆斯基 那么他们撤回来的选秀权能够帮助勇士 弥补着两人离开之后球队的阵容 所以勇士对于马尔卡宁的报价是合理的 勇士没有任何退让的空间 如果有球队愿意一架得到马尔卡宁 勇士也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一家勇士交易来马尔卡宁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勇士只能等待其他的机会 寻找类似的机会 勇士先财务